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结语二撰写,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唐钻 第八百节 进了屋子,原本就给李泰向云叶讲述这里的礼仪 他刚刚念了两句,就将手里的金册子扔到了一边 对云叶说,这些东西啊,你以前学过的,我就不念了 云叶笑着点头,四目相对,两个人的眼眶都有点湿润 又同时转过身,狠狠的吐了两口唾沫,这才相拥了一下 然后呢,就如同触电般的松开 云叶打亮了一下房间,就直接掀开帷幕 从后面拎出一个石盒来,打开一看,非常的满意 里面的食物算得上样样精致,甚至还有几只炸好的鸡腿 立刻就取出了一只,三两下就吃个金光 李泰帮着云叶倒了一杯茶说 果然是个吃货,你怎么知道我会帮你带吃的 还专门藏在了帷幕后面呢 你不藏在帷幕后面,难道藏在你怀里啊 我这三天呢,只能喝西粥 你要是不给我送吃呢,咱们这几十年的交情,那岂不是白白为戏的 李泰点点头,算是认可这句话 瞅着大吃鸡腿的云叶说 这几年,长安发生了很多变化 多的你可能都无法预料 你其实从来都没有好好的看过这个城市 这一次啊,我建议你真真正正的看一遍 浮华下面隐藏着非常多的危机 人的心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当初魏征所担心的事情正在一件件的变成现实 我们的将军在外面苦苦作战 将士们在外面爬兵斡血 而我们却没有做出一些能够匹配这些辛劳的功绩 有钱人依旧有钱 劳苦者依旧劳苦 虽然不缺少吃食 我却更加怀念十年前的那个朴实敦厚的长安 我们努力创造的财富 大部分还是留进了那些富人的腰包 再这样下去 我很担心那些一无所有者会站起来 拿起武器向我们讨还欠他们的财富 你一手建立起来的商业体系 不客气的说正在变味 那些豪商巨富就像是一条条油液在鱼塘里的鲨鱼 正在大肆的吞噬那些弱小的鱼类 我很担心在不远的将来 大唐这个鱼池里会只剩下那些贪婪的大鲨鱼 而那些小鱼会全部消失 到那时候大些的鲨鱼啊 就会互相撕咬 直到将整个鱼池都弄坏掉 云叶放下手里的鸡腿 瞅着李泰叹了口气说 你是不是对和少也说过这些话呀 李泰点点头说 是的 我向他发出过警告 云叶重新拿起鸡腿将他吃完 用茶水收了口笑着说 难怪他宁肯冒着巨大的危险去开拓自己的国家 难怪他会出现在战火纷飞的战场 把时机掌握的那样好 我就说嘛 他自己不应该有这样的魄力 也没有这样的胆量 原来是被你给吓坏了 你不在乎这样的变化 一个新的利益团体 正在向国家要求更多的话语权 他会打破旧有的平衡 这样迟早会出很大的乱子 李泰盯着云叶的眼睛 一字一句的说 在所有图形中 最稳固的是什么图形 云叶完卫的问李泰 自然是等边三角形 这已经是治理 何须再问 你觉得现在的大唐利益分割 是个什么状态 主要来自哪些阶层呢 农人和世人呢 这不就对了吗 只有农人和世人 陛下这些年 已经将门阀销出的干干净净 马舟这样的鹰犬 如今还有用武之地 这一次陛下竟然会派他 给我传达旨意 这说明什么呢 陛下打算启用马舟 在启用马舟之前 必须消除他和书院的矛盾 给我传达旨意 就是陛下想要告诉我放过马舟 一位帝王这样也会的为自己的臣子求情 也只有咱们的陛下能干得出来啊 马舟出来要干什么呢 我以为陛下就是想要调和矛盾 马舟的出身天下皆知 他几乎是百姓的代言人 不管是处置河东门阀 还是解决河西大族 他的手段都是那样的冷酷无情 陛下消除了旧的门阀 扶持了一些新的薰贵 比如说我家 可是呢 矛盾依然存在 这样不断的扶持新贵族 打压旧贵族 迟早会出问题 毕竟皇家也是这个利益团体的一员 如果真的这样不断的循环下去 薰贵就会和陛下离心离德 这绝对不是陛下的初衷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新的阶层 来分割一下强大的薰贵敌团的权利 老百姓不成的 他们对权利的要求比较简单 而且呢 容易受到蛊惑 那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 陛下就发现了一个新的阶层 这个阶层聪慧 有利 有钱 却被世人所鄙视 哼 没错 这个阶层就是商人阶层 薰贵们喜欢钱 但不喜欢商人 百姓们羡慕商人的富足 却鄙视他们的唯利是图 所以这样的一群人绝对是陛下手头最好的一个棋子 可以随意的使用 却没有任何的危险 一旦出现不好的苗头 绞杀起来 连借口都不需要 世人和农人都有轻负天下的能力 独独商人没有这样的力量 所以啊 清全 你看到的都是表象 这是陛下刻意纵容的结果 自从商人可以雇佣书院学生的时候 你就该晓得 陛下在扶持商人 当陛下将伤税提高到十税一的时候 你就该知道 陛下开始正眼看商人了 当商人的子弟可以进入玉山书院读书的时候 那你就该明白商人的春天来了 咱们是从数学理论上明白的 等边三角形是最稳固的几何形态 而陛下完全是从全毛的角度出发 自行领悟了这个道理 所谓殊途同归 说的就是这样的情形 你很幸运的 有这样的一个老爹 你就能够混吃等死了 你老老实实的把心思用在研究上 不要替陛下和太子操心 云叶说了一大串的话 又吃了两个鸡腿 这时候非常的口渴 就端起茶壶 咕噜咕噜的一口气喝下去了半壶 这些话呢 其实只有一半是自己的 另一半却是李刚的原话 别看老人家整天昏昏欲睡的 但是那一双眼睛已经上升到了天空 目光炯炯的盯着这个国家 不放过任何微小的变化 李太崇拜的看着云叶 起身恭恭敬敬的朝他失礼 自己看不明白的事情 在云叶简单的一段话中 就被剖析了个明明白白 我以前没发现你有这么聪明啊 难道说去沙漠能让人变聪明 那是你有眼无珠 有什么事情就一口气都说出来 我最近才华横溢的厉害 可以为你解惑 赶紧问啊 我今天呢累得要命 打算洗完澡啊就去睡觉了 云叶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 懒洋洋的对李太说 李太摇摇头表示没有问题 很干脆的起身就要出门 走到门口诡异的笑了一下说 洗澡有人伺候 洗的可干净了 你隔壁的气信大将军 已经洗了一天多了 说完呢 拍分手从外面走进来了四个宫女 指着云叶对宫女说 伺候云豪沐浴净身 然后呢 丢给云叶淫荡的笑容 就扬长而去了 边走边想 不知道新月知道自己夫君 正在接受四个美人服饰的时候 是个什么表情 云叶伸开了双臂 接受宫女的服饰 富贵多年 这点场面还吓不住她 舒坦啊 仰面朝天的躺在澡盆里 两个宫女抱着自己的脚丫子 在用刷子仔细的清洗 指甲缝都不放过 那日木帮着自己洗了三年的脚 从来没有这样细心过 大部分的时候啊 都是在糊弄 把两只脚弄得湿了 就算是洗过脚了 在祖庙里木深祷告 其实呢 就是大将军等候兵部勘验军功 等候奖赏或者惩罚的一个过程 洗完澡吃饱了饭 云叶就趴在墙头 看隔壁的气信大将军耍刀 老家伙耍刀的声音非常的大 冰刃破风的声音 听得云叶头皮发麻 老家伙大冬天光着膀子 手里的一把刀捂得水泼不进 玩完了刀呢 还要仰天大笑两声 滑稽急了 这个老家伙太自恋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透过大开的门窗 老家伙的大床上 横七竖八的躺着几个赤裸的女人 白花花的纠缠成了一堆 云叶抬头看看日通 这已经是下午了 难道说这个老家伙 居然从昨天熬战到了今日 云侯啊 想看就看 正大光明的翻墙过来看就是了 要是不服气老子的本事 哎 挑两个 我们比划一下 看看到底是老夫老当义壮 还是你年轻人有毛 和草原上的闲尸老头就不能说话 一说话就吃亏 他们是狼的后裔 没事干 在野地里交配一下 这完全不当一回事 根本就不必人 自己是文明人 那怎么可能和这个老家伙当连接人 都说多子多福 但是看到一个有八十几个儿子的老家伙 不管是谁 那都要钦佩一下的 现在又多了四个老婆 指不定能给他生多少个儿子呢 反正后世的弃家庄子 据说呀 都是人家的后裔 要知道那是一个很大的庄子 人口几乎上万了 这只不过是专门给李治守陵墓的一个庄子 流散在其他地方的子孙呢 还不知道有多少呢 这是真正创造了一个宗族的男人 您老人家老当义壮的 昏星不济 那我就算了 云野骑在墙上 准备和老家伙打听一下回来之后的安排 汉家女子的腰啊 太细 屁股太小 不好生养 哎 不如我们族里的女子好 风乳肥臀的 抓到手里 这手里都踏实啊 云豪 那日木夫人可是草原上一等一的美点 万万不敢辜负了 嘿 娘的 一个粗人还谈娘的贼精贼精的 自己想跟他打听点事情 谁知道这混蛋就只知道谈论女人 就是不说一句关于自己将来的事情 其实呢 这些事情啊 没什么好避讳的 只是 气信认为自己是降教 做事情啊 不能像云野那样肆无忌惮 很多时候都是一副谨小慎微的样子 只要回到京师 就把自己关在家里造人 老七 这一次你有白灯山大劫 听说你一次差点 把那些野人光棍给杀光 算得上是劳苦功高了 殷山的牧场 你还要不要 如果不要的话 我就打算下手了 云家守着一个羊毛作坊 没羊毛 这算是怎么回事 先和你打个招呼啊 一听到这话呀 老家伙立刻就变得尾顿起来 抛下刀子连连拱手道 哎呦 我的好云猴啊 你就饶了老汉成不成啊 你是专门种田的 我是专门放羊的 你一个种地的 就该要点富饶的地方 去种地嘛 殷山这种放羊的地方啊 您就留给老汉成不 全族上下一万多口人 那等着放羊呢 可是老汉立下的功劳 这没你大呀 偏偏陛下这一回准备 拿出殷山脚来赏赐来 您军功立为第一 这简直就是给您准备的 陛下这是要老汉的老命啊 知道老汉对殷山牧场 垂涎三尺的 怎么就非要拿刀子扎老夫的心呢 看着一个狡猾淫荡的老人 在一瞬间变成了憨厚行的观中老农 真不知道这家伙身上的狼性还有多少 是怎么才能把自己生生的弄成一只狐狸狗的呢 老妾 不要装了 让人看得恶心 很明显那块草场就是给你准备的 海岛呢 是给留人院准备的 辽东的封地是给张检的 我就是想问问你 知不知道我的赏赐是什么 知道的话呀 就赶紧说 这心里边七上八下的没个着了 你要是知道不说 小心我真的抢你那份 气性哈哈一笑 一纵身就上了围墙 坐在云叶的身边指着南边说 就不要吓唬老夫了 你的赏赐啊 说是在南边 原先呢 是一个海岛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没了下文 据说是被阎光给阻拦下来了 我们从前线回来 之所以要沐浴净身 有大半原因呢 就是因为你 就因为你的赏赐落实不下来 才会有人翻出这乱七八糟的理由 让我们在这里边停留三天 看起来你的赏赐一定了不得呀 听到这话 云叶就开始发愁了 冒头出尖不是个好现象啊 李二向来喜欢用顺水推舟这一手 上一回用这一手将长孙无忌 推成了赵州刺史 不知道这一回会把自己推到哪去呢 李太见到自己一句实在话不说 看来就没有什么大毛病 不过这种小猫抓心的齐痒 还是让云叶浑身难受 在长安轰轰烈烈的被庆祝了三天之后 云叶终于回到了家 相比在万人中央享受万丈荣光 他更喜欢云木那声甜甜的爹爹 任兵部尚书 简教吏部尚书 参议朝政 这就是云叶的新职位 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云叶不在乎 新月奶奶也不在乎 他们只希望云叶从此以后啊 再也不要离开家了 安安静静的在家里种地都好 至于富贵荣华 云叶不缺那东西 侯爷和公爷没有什么区别 再大那还能大过皇家家 月上中天 清冷的夜空里 似乎都散发着青春的味道 新月的青丝 散乱的扑在丰满的胸前 扶在云叶赤裸的胸膛上 如同小猫一样的 呢喃着 云与后的残醉 让他对眼前人更加的痴缠 能不能起来一下啊 你压死我了 云叶在新月的屁股上 抽了一巴掌 大杀风景的说 新月扭动了一下身子 又往上爬一下 拿脑门子 顶着云叶的下巴 恨恨的说 你总是不愿意好好的待我 这样美的时候 非要说让人伤心的话 云叶黑黑一笑 伸手揽住新月 手轻轻的 在他光碟的后背上滑动 夫妻间随说不分你我 相互之间的位置 不能缺 喘不上气就喘不上气吧 虽说新月的腰身 因为生了两个孩子 逐渐变得有些粗 身材也变得丰满起来 云叶不在乎 对这具身体 依然充满了迷恋 岁月可以夺走美人的红颜 却消除不掉美丽的记忆 新婚之夜的时候 这具身体可不是这样的 细腰 风臀 龙胸 样样不缺 就像是一朵盛开的花 如今这朵花 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秋后的美景 同样美的 令人陶醉 我想了 你还是死在我前面比较好 我欠你太多 就该多受些罪 云叶咬着新月的一缕头发 小声的说 比你早死 当然好了 有你操持后事 再好不过 但是一定要比他们四个 活得时间长 免得我一死 你就立刻把我忘了 别人都是心心相厌 我们都心心相咬了 哪里还能忘得掉 在这个世界上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忘了你 和忘了我自己 没什么区别 阿郎 你以前说的那个故事 能不能再给我讲一次 以前总听你讲述说什么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每回讲故事 讲到成亲 就不愿意多讲 现在我很想听听 英雄救了美女他们 成亲后 到底会是怎样 切实很想知道 不知道 那位爱吃毒果子的公主 有没有我们过得好 没有我们过得好 他没有你硬气 也没有你能干 更加不知道经营这个家 所以下场很惨 总归是在大雪天 卖火柴 被冻死的下场 星月轻笑一声 把自己的头 埋进云叶的壁窝 一条腿横搭在他的腰上 明明呼呼的说 卖错了东西了 大雪天的 卖羊肉包子才是吗 那是一个大雪天 冷极了 白雪公主 披着一件破旧的红斗篷 胸前的口袋里全是火柴 闻醒她的二溜子 正在像老鼠一样的 哆嗦着 不断的喊着自己很饿 于是白雪公主 就穿着她的一双大鞋 准备把火柴卖掉 各位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